大米淘洗干净滴去水 加入小大勺盐 一点点食用油 搅拌均匀放个备用 下锅加入适量清水先煮开 水煮开之后我们把米倒进来 倒下去后马上搅动一下防止粘锅 调小火煮40分钟 我们再来准备一块瘦肉 这块是寄井肉肥瘦相间 吃起来比较嫩滑 还有一节粉肠 一块猪肝 粉肠稍稍抓紧一下就好 不需要把里面都冲得很干净 把粉洗掉了就不好吃 猪肝切片用清水泡着 泡去血水 稍微切成片 粉肠剁花刀切成小段 猪肝泡好后沥干水加进来 再来一点点姜丝 然后腌一个底味 加入少许盐 一点点淀粉 少许食用油 搅拌均匀腌制15分钟 我们家包中还会放萝卜干或者冬菜 把它切碎 吃起来更鲜甜 粥我们煮了40分钟来看一下 煮到这样的程度 粥很稀烂顺滑 就可以把肉夹进来 接着萝卜干也放进来 这个时候要改大火 搅动一下 再次煮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试一下胃 如果不够胃呢 再放一点点盐 再来一勺盐 一点点胡椒粉 一把葱花 就可以关火了 我们今天这道特别好喝 要饮养的猪杂粥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你们看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道理都做好了 我要了